所謂的拖曳資源 意思就是說 有些地方 如果我需要的功能 就是說類似像 以剛剛這個範例來看 我希望在Hello World的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在冒號的下一行 那怎麼樣讓它換行 另外第二個 是說我希望在這個INT 型別後面 在冒號的後面我不要換行 我要一個TABLE鍵 就是TABLE鍵 讓它再往前面縮排一下 那怎麼樣 增加縮排 或者是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在這個3的前後加什麼 加雙引號 那你想說雙引號不是在 城市裡面被用到那怎麼辦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 剛剛同學還蠻細心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個VAR 然後這邊有一個VAR2 那比如我在做下一個練習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再改過 前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版本控制 比如說你要做下一個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按右鍵 Copy有沒有 然後呢在同樣的地方按右鍵 貼上 它會出現說你是不是要VAR3 所以以後這也是一招 因為以後不要說做完之後 前面東西都不見了 那你就不了解步驟 所以我們就要一步一步啦 那這個也是一個小技巧 這個也是書裡面可能沒辦法跟你講 講這些這個部分的 那有時候我是自己習慣性的動作 那我會把比較你們需要知道的告訴你們 可能你們比較不需要知道 像自己看書啦 我上禮拜有介紹好幾本參考用書 有一本上課用書 請各位自己再去把它購買 然後呢那些也不是參 不是只是擺在那邊啦 回去可能自己看 因為有些自己看應該看得懂 但是可能你不見得做得出來 我們會主要教各位怎麼做啦 我想集中火力 不然有些觀念性的問題 一直要講 我覺得也是比較花時間 像同學就不錯喔 回去都會把它隨時放在身上 你上班的時候呢也可以拿來看一下 不過前提是他已經VBA很熟了 那所以就是比較會有多出一些事 按確定 好這時候有沒有3就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2關掉了 Safe一下 對不對 然後再把3打開 再來做剛剛做的 第一個我如果要換行的話怎麼做 剛剛有拖曳資源有沒有 OK 拖曳資源意思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如果 假設要做但是可能在 語法上面 實際上他只要多輸出一個換行的指令就可以 可是這個指令的話呢 你只要記得是斜線跟 如果是TAB鍵的話 應該把跟進一下 這個應該是反斜線 這個是正斜線 這個是反斜線 怎麼判斷呢 因為 Windows是反斜線 C冒號 反斜 這個是反斜 那以前Unis Linux才是正斜 OK 所以不管 反正就是知道這個方向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加在哪裡呢 加在字串裡面 它也等於同是一個字串的一部分 所以 加在這個反斜線N 那我們就把它打 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呢 執行過 有沒有換行 有沒有 換行 OK 所以以後你要換行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 這種做法其實 在那個Java裡面一模一樣 也是這樣做 那這個地方如果它 TABLE鍵的話 我們就是什麼 反斜線T 如果說你要加什麼呢 冒號 比如說 這個 行別有沒有 我希望在前後加冒號 跟你講 雙引號 那你想說 是不是直接加一個雙引號在這裡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你打一個雙引號 它好像不理你 那你想說 再打一個雙引號 它可以 可是這時候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錯誤呢 我們把它執行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會跟你講說 這裡怪怪的 有沒有 這裡好像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呢 因為 雙引號一定是兩個唯一對 這邊為什麼你有一個 可是沒有結束呢 有沒有 意思是說 因為雙引號已經被用掉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不重複很簡單 就是在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反斜線就好 意思是說 這個是裡面的輸出 跟外面無關 OK VBA裡面不要 VBA是 VBA做法是兩個 兩個雙引號 來取代 是當成裡面的 在這裡是 反斜線 後面的話還要再串接什麼 加一個 雙引號 裡面要放什麼 反斜線 一個雙引號 不過 有時候你打一個雙引號 它還是會蓋掉 沒關係 再打一個 這樣才真的 其實它意思是說 這個裡面 是一個雙引號 OK 單引號 有些特殊資源 都是一樣的做法 我執行看一下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出現什麼 雙引號 3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拖曳資源 有些 可能是裡面的保留字 或者是說 你要輸出 換行 TAB 都可以參考這個拖曳資源裡面 比較常用的也許是 剛剛這個 跟這個 其他如果 比較沒有用到的 像什麼 這個響鈴 按一下 會有響鈴聲嗎 試一下 因為很多 我也幾乎 沒有用到的機會 像換行 這個比較少 這個剛剛 除了雙引號 單引號 這邊都可以 另外斜線裡面 也用到 反斜線 所以這邊也可以 如果你要做一個 反斜線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要拖曳資源 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